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头认错了 这对于美股来说 到底是多头的警讯还是喜讯呢 今天还在涨AI 明天很关键 微软 Google 财报倒数计时了 AI股要进入Part 2了吗 谁领头 谁小心没戏场了 但是AI好热啊 怎么办呢 专家说 现在过热行情 我们就跟着趋势走吧 所以看着指标追不涨股 还有哪一些可以追 今天专家都要来告诉您 首先晚间四位专家 请到的惠慈老师晚安 周安豪大晚安 林中晚安 周安豪大好 郡周晚安 周安豪大大家好 郁凯晚安 周好大好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 终于度大涨了236点 但可惜啊 今天尾盘 好多的AI概念股开高走低 所以稍稍压抑了涨幅 今天中场上涨165点收 17198 量能比昨天稍稍增温 最近都有这样的人气量 4237亿 三件事情值不值得期待 第一个是今天大盘 终于把所有均线又给占回来了 而且不管是上市股 上跪股 上涨加速都远远比下跌加速 多出了一倍之多 第二个是今天的外资 连卖了三天 卖了538亿 今天回过头来了 先小事身手 今天现货卖了117亿元 期货的多单在今天也小幅增加了 第三个是台币今天没有再贬了 台币今天一路上就呈现了小身 就在联诊会即将升息之前 钱都回到了亚洲市场 怎么一回事 尤其台积电 开高 走高 而且收最高 今天台积电上涨了11块钱 红海更是不得了了 今天涨幅高到了3% 这大牛股要开始动了吗 唯独今天 连巴克没有动 大力光没有动 因为钱跑到了AI族群了 AI族群 今天一片的红彤彤 追加的在这里 这些在今天也有市场追加的力道 今天资金还扩散到了PCB族群 还有重电股 中芯电活过来了 在今天好多个股都跟着活过来了 但是今天好多个股震荡幅度 还是相当的大 宝瑞的震荡幅度高到了18% 结果收涨 这一夜是震出了买盘 小心 这一夜震幅欲10% 震出了卖压 还有一些更要小心 今天开高走低 到底是震荡 还是小心主力出货了呢 整体来说 有一些个股 每天就在这些AI族群的障眼之下 每天跌 每天跌 是不是把现行给跌坏了 这些日K连黑的 等一下好好来检视一下 亚洲股市在今天 普遍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大陆股市了 中共的政治局在昨天开会了 很罕见提出了一句口号 要振兴目前的资本市场 要活跃目前投资人的信心 所以对于股市房市资本市场就业 都有提出具体的政策 所以您看今天大陆股市 上阵涨了2% 香港股市今天涨幅高到了4%左右 回过头来 关心的是台北股市 今天在上市指数 把所有的均线给占回来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到底要担心还是要开心呢 去年神准料中美股风暴的 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师 威尔森 Michael Wilson 大家叫他空头大师 因为去年算得很准 昨天低头跟大家认错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错了 目前在通膨降温企业的准节之下 美股今年的价位远远高于他们的预期 所以一直在照大家要小心 没有想到股市就一直往上攻 但是目前对于企业获利能力 还是抱持着谨慎的态度 空头现在认错了 另外同样看空的是小摩 摩根大通的克兰诺维奇 他说美国股市他们认为还是有危机 还是会崩跌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因为担心的是全球央行的激进升息 目前还在陆续的反应 还有消费者的储蓄减少 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在隐忧都在 所以接下来美国股市 还是会面临剧烈下滑的风险 但问题是两大的空头 已经有一个空头认错了 惠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我们都说空头不死 多头不止 现在有一个空头认错了 为什么认错 来看到美国股市今年的走势 不得不认错 一直提醒大家 Bubble要破了 Bubble要破了 到昨天还在的创高 怎么样来看到 如果现在空头认错了 这对于美国股市 到底是警讯还是喜讯 应该说这个时候 大家要防止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预防的是 是不是会有过热的现象 如果有过热的现象 再加上空头又同时认错的话 那么的话就会有一些警讯 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 似乎又没有这种过热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一直非常的戒慎恐惧 包括指数呢 拉上来之后的话 今天又直接收了上影线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形之中 但是我们回来看看 现在这两位 他的这个认错的这两位来讲 那刚刚舒华已经讲到 你一直在创新高 一直在创新高 那如果你一直没有认错的话 事实上也是有点针眼说瞎话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必须要止损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呢 你可以发现 他们以前的言论 很多都是着眼在之前的那些现象 比如之前可能会造成 获利的企业的获利下降等等之类的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到是什么 他讲到是说 这个通膨降温 跟企业尊洁之下 所以的话呢 事实上的话这个价位的话呢 就说2023年价位是高于他们的预期 所以的话我的意思是讲说 他现在开始所看到是有一些长期的正面的现象 包括通膨是慢慢在降温之中 然后再升息的话呢 你可能再怎么样 他都已经接近了最后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呢 那应该这个空头呢 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开始正视到说 他慢慢的进入了一个多头的循环 那我认为短线上来讲的话 应该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呢 这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 是不是有点过热的讯号 但是从我们大盘的盘面来看 其实我认为他目前并没有过热的讯号 好 那就来看大盘咯 如果他们认错了 代表趋势就是网多的 大盘在今天 重新把所有均线站回来 前高叫做17401 你觉得下一步会怎么走 我觉得下一步来说的话呢 今天的重点就是站上五日线 但是还差一点点临门一角 就是五日线还没有翻阳 所以你看到的话呢 今天五日线它还是往下的 所以的话呢 你站上的第一天的话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所以放大一点的话 也可以看到的话呢 那今天的话 它接近什么位置 它拉过来的话 就接近到这里 黑K下缘跟这个红K的下缘附近 所以的话今天到这里 像你五日线还没有翻起来情况之下 那么今天上去的话 势必本来就会有一点点的卖压 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五日线来讲的话呢 那你看它扣底的位置 今天是12345 今天是扣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明天的话 是不是会在这个位置 对 后天的话是不是扣到最低点 对 也就是说呢 在两天之后的话呢 那五日线的颁扬机会非常大 甚至于你明天拉出去的话 可能明天就翻阳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今天的话就欠临门一角 而这临门一角的话 我认为明天其实就有机会补齐 然后如果五日线拉上去 红K拉上去 让五日线转阳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就是呢 我们把下面换成KD的指标 好 我们换成KD指标 可以看到也只差临门一角了 而这KD指标的话呢 如果这一次交叉是50以上交叉 而50以上交叉的话 又远比20以上交叉的力道会来的更强 所以的话 大盘我觉得渐渐往正面来发展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太乐观 就是刚刚讲的 事实上空头呢 这个认错 事实上我认为不是一个警讯 那警讯是如果空头又认错 市长又过分乐观 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话 那才会有警讯 所以的话呢 明后天的重点就是呢 不要报答量 如果不报量 慢慢的量往上面 缓步增加的话 把五日线拉起来的话 那我认为他很快 就会去挑战17401的高点 好 所以看起来 鲤门有三角 第一角 五日军线等他翻阳 第二个KD 如果K值可以再往上陡峭一点 他KD指标就往上 他就交叉了 第三个不要报量 对 好 非常重要的是 如果再接下来 持续有行情网上的机会 有五个字 惠子老师提醒大家 不要太乐观 来看到今天有些个股 开高走低 这些开高走低的 早上都走得好好 中午过后 甚至收盘之前 光运收黑 金像电 光宝哥 神达 渐准 夏夜 同样是开高走低的 华指 中期 金元店 这是昨天还大涨的 原相今天也开高走低 这其中很多都跟AI有关系 AI 昨天前线的专家 居民老师 第一个独家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广达的市值在今天 如果股价一涨就破罩了 果不其然 在今天 正式的 跟联发客的差距 只差了460亿元了 目前全值第四大的 但是明天很关键 微软Google财报倒数计时 明天过后 惠子老师 AI怎么走 所以的话 这就是今天反应在前面 预防针线打下去 就包括最近来说的话 因为陆陆续续财报都要出来 大家记得在今年农历年之前 农历年前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不敢报告过年 就是因为在农历年期间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财报 所以的话 那个时候财报出来 其实一点也不好 甚至很多很多财源的消息 但是你先反应了之后 那你就不怕他后面的事 除非特别的差 如果没有特别差 只要是差不多的话 符合预期 或只要比预期好一点点的话 那么压抑的买盘 他就又回来了 所以今年的话 美国几次财报 我认为都有这样的现象 中间的时候 1月的时候一次 再来4月那时候也有一次 这一次的话也是 每一次在财报之前 市场都非常的谨慎 然后公布出来财报之后的话 有不好的也有好的 说实在话没有特别好 但是最后的表现 都是直接就涨上去 所以的话 今天的尾盘反应什么 反应就是说财报快要来了 那财报大家来了 大家怕万一有个 有个不小心会怎么样 不过我们刚解大盘的时候 忘了提醒大家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来看看 今天台币的走势 台币今天是升的 结束了连续几天的贬值 来今天 所以我们看到的话 台币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 上次升火多了 然后又躺回去 躺回去了之后 回到前面高点附近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又快要回到什么 又快要回到升值的位置上了 所以的话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看到外资今天的动作 是不是也开始转成买超了 有没有 前几天的时候外资 他已经在准备 资金陆续要回来了 所以的话我认为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AI AI这一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从之前的全面的涨 那到现在的话会开始进入的 就是说他的强弱 会开始分辨出来 但是今天的弱 不表示明天的弱 今天的强 也不表示明天的强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话 弱势的股票里面 刚就刚才已经注华 给大家看到通通的字卡 我们再看一次通通的字卡 那通通字卡 当然不是每个都AI 但是里面跟AI有关的话 金像电是不是AI 是不是 金像电昨天有没有很强 有 对不对 昨天强不表示今天强 今天的弱不表示明天也弱 为什么呢 因为短线上有一些 很短线的人在抄 那短线在抄的时候的话 他就是挑还没有涨的 那但是呢 就打算做隔日冲 所以的话呢 昨天强的今天有一些就转弱 今天强的比方 我们来看看 在PCB的上游那一块 上游材料里面 比方说8358的金居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PCB的上游 因为没有涨到 所以今天的话就有人进去了 但不表示明天还会继续强 OK 那谁明天有机会强 那我认为真正会强的是什么 真正会强是当你都走完一轮之后 那如果我中线或者大户 要继续持股的话 要继续持有这档股票 甚至加码的话 那什么东西会让我加码 对不对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你现在都涨完了 位阶到了一个 大家都涨过的情况下 那你就要看的是什么 第一个 真正能见度高的 跟含金量高的 也就是说 大家都先做一次梦了 那接下来我要买的 我要持有的甚至我可以压长线的 我要的是什么 是你真正你的梦会先出来的 也就是说呢 他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那最快会开始放量的 你不要跟我讲的是明年 后年以后的事情 最好是你下半年就会开始 所以这个角度之下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帮大家筛选出来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角度的 就是说你的含金量比较高的 什么叫含金量比较高 我这个东西呢 就没有几个人有 所以的话呢 怎么样 我都是最早会上车的 我都是最早会开始受惠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我有决定权 来决定我要用谁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怎样 我就一定会先上来 那其他被选择的人会不会上来 那就要看有没有被选上 是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这个的话 我觉得会领头往上的 应该都是这一类型的股票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AI里面 我们就看了几档股票 那第一个的话是技嘉 那技嘉的话 其实也是这一波相对强势的 那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 它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整个的AI伺服器 这一次呢 为什么技嘉 它会速度这么快 就是因为呢 它是最早把它做出来的 然后同时也是在Computex里面 被这个NVIDIA拿出来demo的 那所以这一次里面的话呢 这一次 跟以前东西稍微有点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话呢 AI伺服器本身 那是由他们去决定于说 我里面这些零组件 有哪一些是在合格的供应商里 我的设计要采用谁 因为我出货是全部一起出货 所以的话决定权会放在哪里 会放在这一些公司的手上 所以它就是有决定权 有决定权的 而且是最早开始受贿的 因为它是什么 今年就会开始出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讲到 它跟NVIDIA关系比较深 再加上它旗下季刚 就是它自己现在 它这个AI伺服器主要的部分 那这个话呢 其实如果照这样的速度 明年可能它的营收 就等于技嘉的营收 那你一个子公司 就等于母公司的营收 其实那是一个 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成长性 那也有可能将来就会分割上市 就像这个微创 从这个分割出来的意思一样 所以的话呢 技嘉我认为是这一次的一个领头羊 好 但技嘉今天的股价看一下 因为技嘉今天震荡也很大 震幅超过10% 所以留了一个上影线 今天这个量还不少 在车上以及空手的人怎么操作 对 所以我们把时间弄短一点点 所以的话基本上在车上的人的话呢 你看到这一次的话 是不是每一次大量之后 有没有大量低点都没有破 盘中可能破一点点 震荡一下再上去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把范围放宽一点 在昨天红黑的二分之一 所以昨天的二分之一 这个地方只要守住的话 五日线上来速度很快 十日线上来速度也很快 所以预计不久就碰到五日线 所以目前来看 你看爆量了没 其实它并没有爆量 料有增加一点 但并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多单就虚保 那空手的话 那就等到拉回 靠近五日线附近 就可以开始找买点了 靠近五日线就可以 因为它很强势 对 OK 回头看到 技嘉符合这两个贡献大 最快开始放了 而且我觉得应全 广达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广达来说的话 当然它公布六月的数字 那六月的数字来说 那就两种讲法 一种是说 这数字非常非常强 对不对 这数字非常好 另外就有人说 这数字里面 有一点点的这个汇兑收益 所以来讲 应该不能算这么多 好这两个讲法都没有错 但也都不是重点 为什么不是重点呢 因为你的AI伺服器 是下半年才开始出货 也就是说 这里面都还没有 把它含进去 第三季才开始小量 第四季开始正式放量 所以的话到明年的时候 AI伺服器可能占它整体 自己本身的四成左右 所以的占有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明天市占就会拉 应该是占它自己的比重 会到四五成左右 是非常非常高的数字 我觉得下一波 会以真正有业绩 先出来的股票为主 OK好 就是技札跟广达都符合这样子 接下来伪创 那伪创的话 这个就是还在嘎空之中 所以的话 因为借券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话呢 不只是刚刚空头认错 其实还有很多借券 已经被借到 已经被嘎到天上去了 那这里的话呢 要注意就是说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 灰达最主要的一个公寓商 这里就是说 它属于公寓商小 而且是比较少数 比较最早开始去导入的 那如果跟广达比市值也比较低 所以这里面的话 它还有比价的行情在 所以我们来看看 围创走势 今天现在还在关紧币 还在创高 12345678 八个交易日了 所以基本上已经 我不知道它十天还是十二天 那如果是十天的话 就已经到了最后两天 到这个礼拜没错 对就到这个礼拜了 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 这里的操作重点 我认为在关紧币之前 都会慢慢上去 放出来那一天 千万不要报太大的量 你可以大量 但是不能过分大 因为过分大是什么意思 也不是说它一定不好 只是说就短线的人太过头了 通常你有时候找盘量太大 就会变成 本来不想卖的都拿出来卖 然后大家会觉得 爆大量怎样怎样 然后就会到最后量爆的 比预期更大 所以的话放出来就注意 不要爆大量 如果那时候量太大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等大家 回再接就好 不过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里的话这个也已经 正式的红K 这是什么 一个突破的红K 有没有 所以的话五日线十日线 它就在这两个附近 所以我刚刚讲 强势的股票 五日线是第一个位置 对 那最慢不能破十日线 那这两个位置都守住的话 那其实都还是处于非常强的走势 OK好 这是伪创 接下来下一档 光宝科 下一个的话 我们看到光宝科 那么光宝科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另外一块 就是供应商比较少 那大家会说 电源供应器不是一大堆吗 对不对 很多都有嘛 对不对 但大家要知道 到AI伺服器的时候 你的电源供应器 就是要瓦数比较高 那高瓦数的 台湾两家 一个叫台达电 另外叫光宝 最主要就是这两家 当然别人也有一些零星的 但是认证都还没有完全过 所以你有过认证的 然后能够大量出货的 就光宝科跟台达电 所以的话 你不管是谁要出AI伺服器 你都要用到高瓦数的电源供应器 所以这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第二季的EPS 应该会比预期来的高 那DEL八月开始拿货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波 接下来会先冲出去的 就是你进度比较快的 就是你之后不久 就会看到营收了 然后看到获利了 这应该是接下来的主角 那再来的话呢 那市值去比的话 就比台达电要低很多 那还是微软AI的这个 其实也是微软AI这部分 微软AI伺服器的主要供应商 所以在DEL的部分 跟微软这边 应该都主要供应商 还有包括AMD的M300 MI300 那他也是已经接到新订单 今天下到不少人 因为今天这个黑K稍微有点长 虽然上下都有引线 但是出量了 所以这一波 在接下来要怎么观察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话呢 他这一次的话 上去了之后的话 他在这边有些震荡 那震荡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出量出在哪里 在这个区间里面 这里是属于出量的区域 所以基本上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OK 那严格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 上来一点 这里就已经是他的区间了 所以的话呢 今天你看是不是上来 或收下引线在哪里 在这个红黑的二分之一 所以拉回换手之后呢 这个红黑二分之一 守住表示什么 这个是什么 有效的防守点 也就是说呢 是有人趁着大盘在拉回 或者他在拉回的时候 趁拉回的时候去卡位 那卡位的话呢 当然他不是买 短线上一两天的行情 那我觉得你在这里去买的 都应该看的是后面 后面更大端走势 其实我觉得 现在法人会看的AI 或者是能够走 比较波段的AI 都是明年的数字 能够抓得比较明确的 能够抓比较明确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已经到七月多了 所以大家会看说 你合理的本益比 就是说你长线 有可能反应到三十倍 短线你可能先往二十倍以上走 所以会发现 他们其实大部分 就是沿着刚才所说的那一些 你明年数字到哪里 我们回到第一张赤卡来看 你回到第一张赤卡的话 那为什么即将一直涨 因为明年可能看二十五块钱 所以你用明年的二十倍的话 其实现在也还有空间 所以拉回就有买 那这个也很简单 你明年二十倍甚至可能更高一点 那你拉回来的话也是 你就会发现 他就是每次上 创新高下来一点就很接 因为他还有一个中线的目标价债 最后一张赤卡三档当中 这三家厂商 我们看一个相对的价格 没有这么高 清明一点点 麦达特 来看到麦达特的提债 这是AI的应用 其实AI做到最后 重点在哪 就是在运用 对不对 重点就是要应用 那AI弄了这么多的AI伺服器 就是要怎样 就是要让企业来使用 所以将来来讲的话 AI的应用 这一块的话 会是接下来的重点 那这两天 其实盘面也录取在反应了 所以包括麦达特也好 或刚刚讲的宏基资讯 这个也是属于AI的应用 然后原项其实也有 只是今天早上太嗨了 因为昨天涨停 今天早上又涨停 那两根涨停 所以他就会拉回一下 但是我觉得呢 基本上来说 他其实除了这一块AI之外 还有一个长线可以注意的地方 就是呢 明年其实 这个游戏机应该都进入新时代了 新时代游戏机应该明年 就是正式的大魂机潮了 所以我觉得拉回可以留意了 OK 好 谢谢惠斯老师 请先回座了 AI在接下来长什么呢 这些个股以及题材 重点是操作策略 因为好多都已经涨到天边去了 所以操作策略提供给您做参考 接下来的行情 惠斯老师提醒大家不用悲观 但是五个字 不能太乐观 如果还在涨AI 惠斯老师说会涨哪一些 会涨一些没有涨到的 如果这些在天边 您都不敢卡位 怎么样去追那些不涨股 休息一下 等一下预可要告诉您说 在过热的行情当中 如何看着指标股 追不涨股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大家会关注 一会儿的行情 如果有点清楚 如果有点准备 通过 你会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